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我出国旅游了三个月 临回国前 老爸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又找到了真爱 他说 我跟娜娜是一见钟情 他弹琴我跳舞 娜娜还夸我跳得好 老爸在电话那头沉浸在自己的浪漫情景中 而我却脑补了一下 老爸二百八十斤的体重在钢琴声中跳广场舞 旁边还有个美女夸他跳得好 这个画面太辣眼睛了 能够毫不心虚地说出这种话 那个叫娜娜的姑娘也确实有点本事 毕竟不是谁都有睁眼说瞎话的技能 不过我向来不怎么干涉老爸的私生活 也懒得去评价他那些女朋友是不是为了钱 毕竟不用多想 这些年他换女朋友的频率比我换衣服还勤快 虽然换得频繁 但分手费一分不少 平时也送了不少好东西 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关系 属于那种分手了也不互接老底的类型 偶尔某个前女友遇到困难找我老爸借钱 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 所以我从没觉得老爸做得过分 老爸喜欢美女 那些女人爱钱 双方一拍即合 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叫事 只是上次分手后 过了好几个月他都没有新女朋友 我一度以为他终于对这些事情腻了 结果显然是我高估了他 原来他这次挽起了地下恋情 足足满了我两个月 一点风声都没透露 如果早告诉我 在他们确定关系的第二天 我就会让助理给那个叫内娜的女人送一份精致的见面礼 算是对老爸新女朋友的欢迎 不过 现在补送也不晚 我立刻发了封邮件给国内的助理 让他准备好礼物 邮件发完后 我还特意叮嘱了一句 你开心就好 记得没事带他逛逛街 买些包包和衣服 毕竟陪我爸谈恋爱也不容易 不能对女朋友小气 反正都是些小钱 只要能让我爸开心就行 但让我意外的是 老爸突然改了之前的腼腆态度 支支吾吾地说 闺女 娜娜说她想见见你 这话里有门道 作为老爸唯一的女儿 她谈恋爱 甚至娶个新老婆 我都不会反对 但在人选上 我得把关 一般能让我见面的 说明她在其他方面已经过关了 剩下的就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相处融洽 如果没有那些小心思 我自然会点头同意她成为我后妈 所以 这些想嫁给我爸的女人 都会极力讨好我 半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显然 娜娜也想从我这里 打开突破口 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爸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喜欢见这些女人 你谈恋爱我不反对 但不代表我要跟她们打交道 我以前也见过两个 一见到我就各种试探 打探我家的财产 脸皮厚的令人难以接受 自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去见那些女人 除非人品真的 好到我觉得她能胜任后妈的角色 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到现在我还没遇到一个 或许是听出了我话中的抗拒 老爸一向疼我 陪着笑说 闺女 娜娜真的挺好的 如果可以 我想和她定下来 你肯定得见见 听到定下来这三个字 我忽然对这个从未蒙面的那娜 产生了好奇 能让我老爸这种海王想收心 它绝对不简单 要么是真的好到让她动了真情 要么就是老狐狸耍的手段厉害 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让老爸有了取她的念头 的确不简单 不过既然老爸都开口了 看来她对内娜确实有很深的感情 那倒是可以见见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美人能让她如此着迷 行吧 那就见一面 我松了口 老爸立刻笑得更大声了 好 我和奶奶一起去接你 我上飞机前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关机 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 尽管坐在商务舱 我还是感到疲惫不堪 下飞机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早就把航班信息发给了老爸 按照以往 每次我回国 他都会亲自来接我 虽然家里有好几个司机 但老爸总是早早地在机场等我 从来风雨无阻 我以为这次也是一样 结果没想到 我竟然失算了 或者说 我低估了内娜的魅力 她竟然真的把我老爸迷得忘了来接我 甚至可能故意给我一个下马威 对这个素未蒙面的女人 我瞬间失去了谨剩的一点好感 在机场等了半小时 老爸的影子都没见着 打了好几个电话 也没人接 我彻底没了耐心 干脆直接打车回家 刚拖着行李箱进家门 李叔的车就开了进来 我爸从车上下来 还体贴地扶着车里 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女人 显然 娜娜在老爸心里已经打破了很多次规矩 她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原本以为她和老爸以前那些女朋友一样 是网红脸 身材爆好 年纪比我大不了 几岁的年轻女孩 结果这次我错了 娜娜的眉眼间 已经能看出些许岁月的痕迹 尽管保养得很好 但还是能看出一二 或许正是因为年纪的缘故 她身上反而有一些年轻女孩 没有的成熟风韵 似有若无的魅力 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她脸色有些苍白 看起来像是一阵风 就能把她吹倒 但这并不影响她那精致的五官 反而增添了一种特别的脆弱美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被我罢护在身边的女人 就是她嘴里的真爱 也就是寂寂丽丽 香香 泥泥之后的那么 我直勾勾地盯着这个女人 或许一开始我不明白 我爸为什么会被她迷住 但当我看见她的脸时 我瞬间明白了 虽然她年纪有点大 也算不上什么绝世美人 但眉眼间却有几分像我那个糟心的妈 老爸年轻时为了追我妈 真的是一条田狗 凭着自己有钱 硬是把我妈追到手 抱得白月光归 她把我妈捧在手心里宠着 生怕她受一点委屈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这样真心对待 我妈向往的是自由 虽然我觉得她所谓的自由就是借口 实际上是她爱上了外面的男人 把我这个脱油瓶丢下 跟着那男人跑了 即使被戴了绿帽子 老爸对我妈依然痴心不改 既当爹又当妈把我拉着大 从没因为我妈的事迁怒于我 反而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拼命哄我开心 直到我长大 老爸才跟我商量能不能开始恋爱 等了二十年 他那颗炙热如火的心也被我妈给冷冻了 我当然满口答应了 而这些年来 我见过的那些女人 每个都有几分像我妈 而眼前的这个那呢 更是有五成的相似度 难怪短短几个月 就能让老爸这么痴迷 明白了原因 我对这个那呢 也就没了兴趣 这个万年不变的替身梗 真是没意思 闺女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我不是派司机去接你了吗 我爸看到 我从出租车上下来 愣了一下 然后赶紧跑到我身边 抓着我的胳膊 上下打量着 又瘦了 我得让刘妈好好给你补补 我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那呢 爸 你不是说 要和她一起来接我吗 我在机场等了半个小时 电话也打不通 一听这话 我爸更心疼了 紧紧拉着我的手 眼里满是愧疚 他刚想解释 那那就赶紧跑了过来 满脸歉意地说道 都是我的错 我们本来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可我突然肚子疼 说到这 娜娜看了我爸一眼 面带羞涩地继续说 魏国担心我 就先让司机送我去医院了 他也很担心你 但手机没电了 让我通知另一个司机去接你 可我一时不小心给忘了 说完 他逼下头 泪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演得像个奥斯卡影后 我一看就知道这女人手段不简单 尽管年纪不小了 但眉眼间依旧充满风情 尤其是她垂眸落泪的样子 简直像我妈的翻版 她当着我爸的面卖弄风情 装出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真是考验演技 不过 我懒得戳穿她的小伎俩 只觉得有点恶心 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 我还得倒时差 实在没心思跟她计较 于是我没再看她 直接拖着行李箱往家里走去 身后传来隐约的声音 我回头瞥了一眼 只见那娜正对着我爸撒娇 纯纯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我爸心疼得不得了 赶紧帮她擦眼泪 而那娜则趁我爸看不见 冲我露出了一个挑衅的微笑 仿佛在宣示她的胜利 我择了一声 觉得这女人脑子却跟筋 她竟然在我家里挑衅我 真是胆大 难道是梁静如给了她勇气 下一刻 我爸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放心吧 现在除了我 纯纯看谁都不顺眼 不喜欢你是正常的 我差点没笑出来 我爸在某些方面真是憨得可爱 要不是她兜里揣着不少钱 凭她这张嘴 早就被人打死了 娜娜说这话 明摆着是想挑拨离间 可我爸却以为她是在说实话 网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真诚才是必杀技 我眼看着内娜脸上的挑衅笑容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扭曲的表情 真是滑稽 第一次见面就想给我下马威 真是可惜 我爸这个憨憨根本没理解她的意思 我懒得理她 赶紧把东西放回房间 冲了个热水澡 让自己舒服些 刚穿好睡衣出来 房门就被敲响了 我皱了皱眉头 这么晚了 家里有眼力见的人都不会来打扰我 偏偏有人敲门 我不耐烦地问 有事 打开门一看 娜娜端着一杯热牛奶站在门口 笑容无比温柔 我扫了一眼她身后 看见我爸正努力地躲在柱子后面 但她那胖胖的身材哪挡得住啊 娜娜显然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回头看了一眼 等在转向我时 笑容有点尴尬 她往房间里走了两步 确保自己大半个身体被房门挡住 我给你送牛奶来了 她的声音淡淡的 听不出喜怒 我也没伸手去接 只是静静地盯着她 想看看她还能搞出什么花样 一秒 两秒 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 玻璃杯掉在地上 热牛奶撒在了我那昂贵的地毯上 我心里顿时一阵心疼 紧接着 娜娜整个人向后倒去 以一个极其优雅的姿势摔在了地上 三秒之内 她开始缓缓落泪 真是绝了 我新迁的一人如果有她这样的演技 我根本不用担心捧不红 她一哭 我爸立马扭着身子跑了过来 弯腰把娜娜扶起来 心疼得不得了 娜娜 你怎么摔倒了呀 她扶着她 还看了一眼我的地毯 眼中闪过一丝肉痛 毕竟这地毯也是价值不菲的 娜娜立刻顺势倒进我爸的怀里 肩膀抽动着 一副渲染玉气的样子 我本来还想递给她一杯热牛奶 但看着她这欲言又止的表情 按照一般的逻辑 应该会怀疑我是不是不喜欢老爸的新女朋友 甚至推了她一把 这是正常人的推理 然而 老爸却只是摇了摇头 毫不在意地伸手在内娜的脸上捏了一把 我就知道 你是个小迷糊 杯子肯定没端稳吧 老爸这话一出口 娜娜明显被惊得忘了接话 她张了张嘴 想要说是我推了她 但碍于她现在的乖巧人设 只能用一种极其委屈的眼神看着我 我对上她的目光 微微抬起下巴 满眼讥讽 她气得直咬嘴唇 老爸看见美人落泪 自然心疼 连忙哄她 我家闺女最贴心了 虽然这地毯挺贵的 但她肯定不会生气 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心吧 不用担心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眼看着她那挂满泪珠的脸 瞬间变得铁青 真的有点好笑 她可能以为老爸会责备我 没想到老爸反而以为 她是害怕自己犯错自责 看够了这场无聊的戏 我轻轻敲了敲门 发出一些动静 吸引他们两人的注意 你要住在这儿我没意见 毕竟你是老爸带回来的 但三楼是我的地盘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上来 明白吗? 我这话说得很严肃 娜娜又想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但老爸为了不让我们关系太僵 赶紧出来调和 娜娜 咱们平时就在一二楼活动 别去打扰我闺女 知道吗?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虽然心里不甘 但还是被老爸拉着下楼去了 我没有立即回房 而是站在走廊上 静静听着他们离开的声音 就在楼梯转角处 传来了内娜的声音 魏国 我觉得纯纯不喜欢我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我们以后结婚 我再替你生个儿子 好不好? 后面的话我没听见 但显然 这个女人心机不小 她不仅想嫁入豪门 还想生个儿子 以后和我争家产 要是她成功取得我爸的宠爱 真有可能把我赶出家门 独占一切 这算盘打得还真不错 我低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打开了一个只有十个人的群 群名是后妈茶话会 这个群是我早就建立好的 人数也是一点点添加的 里面的十个人全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 之前我就觉得老爸可能需要一个半 所以特地帮他物色了些合适的人选 群里的十位候选者不仅人品过关 而且都有意成为我后妈 可以说是你情我愿 总之 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谁就能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虽然说起来有点土 但这就是现实 我不介意未来的后妈爱钱 但一切要有度 我可以养她 但她绝不能反过来算计我 更不能和我争家产 显然 这个娜娜不仅贪财 而且野心极大 绝对不适合进我家门 想到这 我在群里打下一行字 并且爱特了全员 我爸想结婚了 觉得自己有机会的可以争取一下 手段高明的 我不拦着 这话一发出去 群里立刻沸腾了 第二天早饭时 娜娜和我爸腻腻歪歪地坐在一起 一会儿摸我爸的脸 一会儿给他擦嘴 眼神还时不时在我身上转悠 我看得都替他累得慌 他忽然开口 纯纯 你一个女孩子 替你爸管理这么大的公司 肯定很累吧 说完 他还特意给我端了一杯牛奶 摆出一副关怀备致的样子 我毫不客气地回对 毕竟这些都是我的钱 自己管着当然安心 娜娜的脸色瞬间僵住了 他回头看了我爸一眼 试图让他帮他说话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偌大的家业是我家卫国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 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被他故作娇柔的声音恶心地打了个寒颤 老爸见我一哆嗦 立刻放下筷子 推开娜娜的手 关心地问 昨晚没睡好 我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娜娜一眼 昨晚猫狗叫得厉害 吵得我心烦 娜娜立刻明白 我是暗指他 气得脸都绿了 但可惜 老爸没有被他那可怜兮兮的表情打动 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有 这时 娜娜清了清嗓子 准备用他那甜美的嗓音继续撩拨我老爸 结果 老爸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 赶紧拿着手机出门接电话 临走前 我隐约听到电话那头提到了莉莉这个名字 看来群里有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接完电话回来的老爸 眉头微微皱着 似乎不太想多说 我倒是好心帮他解围 听铃声 应该是你某位前女友打来的吧 我一提这个敏感话题 娜娜立刻放下筷子 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眼睛红红地看着老爸 好像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 满脸都是背叛和难过的神情 娜娜这副样子 仿佛他被抛弃了一样 我爸有些尴尬 干咳了两声 解释道 莉莉最近遇到点困难 打电话过来借点钱 这话说得委婉 毕竟我爸钱多 不在乎前女友借不借钱 其实就是直接给她钱 不用还的意思 娜娜的脸色更绿了 觉得自己作为女朋友的尊严 被狠狠踩在地上 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我冷眼旁观这场堪比奥斯卡的表演 适时开口 放心 我爸不会借钱给他的 娜娜挂着泪珠 猛地抬头瞪了我一眼 像是在示威 又紧紧抓住我爸的胳膊 仿佛在宣示 他们之间的关系 更加亲密 我妈悠悠地端起另一杯牛奶 抿了一口 才淡定地说道 我爸不会改变他的习惯 但我会 这几十万吗 算了 毕竟是我爸的前女友 给就给了 我爸听了 点点头 似乎还打算跟他心爱的娜娜邀功求夸奖 她自豪地说道 和你在一起后 我可没有再跟他们私下联系了 可一听到几十万这个数目 娜娜整个人都坐不住了 仿佛这些钱是从她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样 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嘴里却像从牙缝里挤出的话一样 你的钱不就是魏国的钱吗 这有区别吗 我点点头 没错 没什么区别 娜娜立刻接着说道 那钱就不应该随便给外人呢 我冷笑了一声 慢慢站起来 俯视着她 淡淡地说道 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有意见吗 娜娜似乎准备开口反驳 但我在她出生前打断了她 就算有意见也没用 毕竟都是我的钱 说到底 你算哪根葱 这顿早餐不花而散 不过我倒是心情不错 反观娜娜就不太开心了 她本来想着通过我爸进入上流圈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施展她的计划 在后妈妈的茶话会里 老爸的十个前女友各显神通 每个人都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和我爸偶遇 有的哭诉自己最近的悲惨遭遇 有的端着精心熬好的汤等在公司楼下 总之就是无数次偶遇 自从娜娜和我爸在一起后 我爸就带她进了公司 给她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小秘书职位 她每天跟着我爸进进出出 而那些前女友们则以各种理由来找我爸 试图唤起他们之间的旧情 希望重新赢得我爸的心 眼见这些前女友来势汹汹 娜娜开始感到危机 渐渐无暇顾及我 反倒忙着和这十个前女友斗智斗勇 只为了保住自己目前的地位 连续几天 她和我爸早出晚归 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的身影 而我之前帮我爸物色的几个结婚对象中 那个叫妮妮的小阿姨胆子最大 竟然直接找上门来 小魏总 你不是说过各凭本事吗 妮妮笑着对我说 随手撩了撩头发 带着几分风情的脸庞 让她看起来和我妈莫名有几分相似 我侧身给她让开一条路 妮妮在我爸众多女朋友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她年纪轻 目标明确 就是想赚很多钱 挤进上流社会 借此打脸她那重男轻女的父母 所以当我爸对她表现出好感时 妮妮果断主动出击 虽然两人只在一起三个月 但我爸给她买了好几套房和车 甚至一度动了想和她共度余生的念头 不过 最后是妮妮主动提出的分手 至于原因 我曾经问过她 她坦然地告诉我 我已经看出来 魏总对我渐渐失去了兴趣 或许很快就会有比我更年轻漂亮的姑娘出现 与其等着被甩 不如我主动提分手 这样我还能在她心里站个特殊的位置 再不济 我甩了她的消息 也能为我闯荡娱乐圈 带来话题流量 不得不说 她的商业头脑确实很强 和我爸分手后 妮妮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如今 她直接签约了我的公司 她年轻漂亮 工作又努力 以前在小公司里 因为没有背景 屡屡被打压 如今有了和我爸的关系 公司里根本没人敢欺负她 除了爱钱 她几乎没有其他缺点 所以 当我告诉她我爸想结婚时 她也坦然表示想再试一试 我这次在群里按了所有人 妮妮自然看到了消息 她以工作为借口来到我家 和我讨论下一步的剧本合作 她需要一个理由 而我则需要她帮我确认一下娜娜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 如果只是随便玩玩 那我可以放心 但如果我爸对她像对我妈一样付出了全部感情 而她又心怀不轨 想来争夺家产 那抱歉了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她 妮妮在我家还没做多久 我爸就带着内娜回来了 两人似乎刚从商场回来 手上拎着不少东西 有说有笑地走进家门 可当他们看见妮妮时 我爸的目光顿时凝住了 娜娜脸上也露出了几分紧张的神色 不过 我爸很快恢复如常 满眼宠溺地看向他心爱的娜娜 娜娜警觉地率先开口 你是谁 或许是最近被我爸的前女友们折腾得心力交瘁 她现在异常敏感 妮妮微微一笑 大方帝站起身 伸手递向我爸 魏总 好久不见 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爸的反应 她看了妮妮一眼 沉默了片刻 出于礼貌 还是握了握她的手 好久不见 这一幕让内娜心里更加不安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然后立刻挽住了我爸的胳膊 气呼呼地说 魏纯 你什么意思 我和你爸爸就要结婚了 你怎么能让他的前女友来我家 娜娜显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 直接朝我发火 我冷笑了一声 还没等我开口 我爸就赶紧转头安抚她 妮妮是纯纯公司签约的艺人 他们有工作上的接触很正常 我爸满脸坦然 毕竟在他看来 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现任女友的事 那些借给前女友的钱 是我这个做女儿的给的 让前女友上门 也是我默许的 说白了 我就是看不上现在的那呢 毕竟谁会喜欢一个还没过门 就想着生男孩来争夺家产的后妈呢 既然如此 我当然要提早防范 不过 从我爸的反应来看 娜娜在他心中的地位绝非一般 那种坦然的神情表明 他对妮妮已经毫无感情 第一时间就忙着安抚娜娜 看来 她是真心在乎这个女人了 妮妮并没有在我家待太久 她好像真的是专程过来谈宫似的 事情谈完后便立刻离开了 我送她出门 显然 我今天的试探失败了 妮妮怂怂间 脸上带着坦然的笑容 奈德娜娜长得挺好看吧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她和我的眼睛很像 对吧 仔细一看 我们的眼睛真的很像 妮妮凑近我 用几句话 就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 她在娱乐圈混迹多年 像这种白月光替身的戏码 对她来说 驾轻就熟 真是可惜 我摇摇头 如果你当我小后妈 我倒觉得挺好 毕竟你爱钱爱得这么明白 多直接 说完我送走了妮妮 转身回到家中 娜娜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见我近来 毫不掩饰地露出挑衅的神色 别以为你找那么多女人来 就能分走魏国对我的宠爱 最后的赢家 只会是我 我冷冷说道 话别说得太满 小心翻车 听到我的话 她轻轻一笑 似乎胸有成竹 好啊 那就看看最后谁赢 显然 她已经有所准备 打算借此巩固自己在我爸心中的地位 我原本打算派人调查她 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有了进展 第二天上午 段清约我一起吃午饭 我们两家是市郊 从小订了娃娃亲 算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现在我们各自掌管着自家公司 时机成熟时就会领证结婚 携手合作 把公司做大 成为市里的龙头企业 段清开门见山地说 听说最近伯父身边有个女人很活跃 我笑着回道 放心 我的嫁妆不会因为这个女人少一分 属于我的东西 谁也拿不走 段清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不过这个东西你还是有必要看看 她神情认真 我也在她的注视下缓缓打开了文件 回到家时 我刚进门就听到老爸和娜娜的笑声 我不由地想起段清给我的那份检测报告 心里的猜测八九不离时 果然 等老爸把娜娜的怀孕报告递给我时 我没有丝毫波动 蠢蠢 你要当姐姐了 老爸摸了摸我的头 眼里满是期待和憧憬 我们之前就说好 若是她在结婚 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但偌大的家产肯定还是我的 只要这个弟弟或妹妹安分守己 做个富家子弟 我也不介意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若是想搞事情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娜娜挺着还不显怀的肚子走到我跟前 故意让老爸搀扶她 纯纯阿姨 我怀了弟弟 你不会不高兴吧 她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我伸手轻轻附在她的肚子上 慢悠悠地说道 生下来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吧 我的动作让她一抖 但她很快又挺直了腰 得意地说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魏国已经答应下个月娶我了 纯纯 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里暗骂 好什么好 谁愿意家里多一个千年狐狸精 而且这个狐狸精还时时刻刻算计着我的财产 眼见她一再挑衅 我本打算把文件拿出来给我爸看看 结果想了想 决定再等等 看看她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 显然 她的贪心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我出差三天 回到家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染着黄发的精神小伙 他长得还不错 可惜衣品实在不敢恭维 全身名牌 却穿出了一股爆发户的气质 再加上那乱糟糟的爆炸头 发质还不好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品位极差 连他那张脸都拯救不了 精神小伙本来在院子里抽烟 见我拖着行李箱回来 竟然直接把烟头丢在我家的草坪上 还用脚碾了一下 然后她跑到我面前 眼神色眯眯地打亮着我 令人作呕 你就是纯纯吧 她率先开口 连说话的语气都让人觉得刺耳 恶心至极 我懒得理她 转身对身后的司机叔叔说 家里进贼了 打电话报警吧 司机叔叔点了点头 刚掏出手机 娜娜就挺着肚子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这是我娘家的弟弟 咱们是一家人 我轻轻择了一声 满脸嫌弃毫不掩饰 老爸听到动静也赶紧走了出来 一见我 笑得像朵花似的 刚想替我接过行李箱 娜娜却突然捂着肚子喊了一声 为国 孩子踢我了 老爸立刻转头去扶她 我忍不住笑出声 才两个月大的孩子 跟小黄豆一样大 还是说你怀的是哪吒 这么小就有三头六臂了 娜娜气得脸都绿了 转头看了眼她的黄毛弟弟 努力平复心情 然后推着精神小伙到我跟前 你们年纪相仿 肯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趁机培养培养感情 毕竟以后你们也是要一直相处的 她这话透露了很多信息 首先 娜娜显然是想撮合我和她弟弟 借此把我家的财产全都握在她家手里 其次 这个精神小伙 恐怕会一直住在我家 他自以为怀了个金疙瘩 就能完全掌控我爸 胆大到直接带着亲戚上门 我看向老爸 发现他虽然对我露出一个略带歉意的眼神 但对娜娜的关怀 却半分不减 我之所以没有立刻把娜娜和那个不正经的小子王琪一起赶出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老爸已经彻底栽进了内娜的糖衣炮弹里 加上他那张酷似他白月光的脸 娜娜已经彻底抓住了我老爸的心 只要不碰触老爸的底线 哪怕他天翻地覆 我老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能怎么办?毕竟我老爸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被这只千年狐狸迷住了 身为女儿 我自然要帮他清理这些妖怪 这世界上漂亮的姑娘多的是 花花世界迷人眼 我们有钱 还怕找不到一个既漂亮又乖巧的后妈妈 至于这个自称王琪的精神小伙 他自我介绍时还真是眉皮眉脸 朝手上脆了口唾沫 搓搓手 还想过来拉我的手 我一阵恶心 直接往后退 娜娜却立刻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纯纯是嫌弃我们姐弟吗? 他一哭 我老爸立刻慌了手脚 赶紧帮他擦眼泪 连声哄着 谁让他哭的样子最像我妈呢? 我那个糟心的妈 恰好是我爸的软肋 提起来总是让人心疼 我瞟了一眼他们姐弟 说 嫌不嫌弃 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 老爸朝我投来一个警告的眼神 我怂怂间 潇洒地上楼了 反正他要哄他那宝贝娜娜 我也不管了 只是我显然低估了这对姐弟的野心 我一向睡眠前 当半夜有人悄悄进我房间时 我立刻意识到了 家里的阿姨不会做这种事 老爸更是注重隐私 不可能突然闯进我房间 所以 当脚步声逐渐靠近我床边 甚至快要掀开我被子时 我毫不犹豫地抄起床头柜上的台灯 猛地砸向那人的脑袋 一声尖叫响起 我摸索着打开了灯 眼前这个染着黄发 额头上流着血的王旗 只穿着一条四脚裤 赤裸裸地站在我房间里 这大半夜跑来我房间 还穿成这样 居心何在 不言而喻 我被气笑了 我抄起床头柜另一侧的台灯 二话不说 又狠狠砸了它好几下 以前老爸怕我被欺负 特意让我学了跆拳道 我从小胆大心细 还学会了一套打人不留痕的手法 除了第一次砸在他脑袋上的血窟窿外 王旗被我打得浑身疼痛 哀嚎不止 但却找不到半点明显的伤痕 我本以为他会知难而退 没想到我低估了他的疯狂 王旗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刀 朝我猛地刺过来 我本能地举起手臂护住头部 胳膊上瞬间被划出一道血痕 伤口深得几乎露出了骨头 鲜血直流 我疼得浑身发抖 而王旗却笑得癫狂 早就知道你会反抗 来呀 再反抗试试 老子弄死你 说完 他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另一只手开始扯我的睡衣吊带 刀刃冰凉贴在脖子上 我不敢轻举妄动 稍有不慎 喉咙就会被割破 就在他扯到我肩膀时 我猛地踩了他一脚 然后迅速跑向门边 我制造的动静很大 可能王旗和他姐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出 两分钟不到 我爸穿着拖鞋 挺着个大肚子 慌慌张张跑进我房间 我一见到老爸 赶紧捂着流血不止的手臂 满脸委屈地拉住他 爸 他半夜溜进我房间 还穿成这样 我要报警 话音未落 娜娜也跑了进来 一看见他弟弟额头上的血 心疼得不行 赶紧护住他 反过来责备我 魏纯 你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 我已经懒得再忍他 这副千年狐狸精的样子了 直接撸起袖子 不管他是不是怀孕 一把将他推到床上 然后冲他弟弟的脸上 甩了几个巴掌 惯得你们无法无天 王岐一看我爸进来了 立刻把刀丢到了地上 娜娜坐在床上哭得梨花带雨 装得无辜极了 明明是他勾引我的 听到有脚步声 才故意闹这一出 王岐也愤怒地开始污蔑我 满口乌言晦语 恶心地让人作呕 你算什么东西 我女儿怎么可能看上你 我爸皱着眉 显然已经忍无可忍 尽管娜娜极力反对 她还是报警叫来了警察 如果王岐没那么快开口污蔑我 我爸可能会考虑我的名声 顾及娜娜的感受 把事情私下解决 比如花钱找人教训她一顿 让她几年下不了床 可是 王岐非得嘴见诋毁我 我爸当然不会忍 她决定先让王岐禁局自待几年 等她出来再算账 娜娜哭得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 拼命撇清和她弟弟的关系 坚决不承认这是跟她有任何关系 王岐也死咬着不放 说这是我设计的圈套 为了自保 他们姐弟俩相互掩护 试图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虽然我爸心里知道事情真相 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 加上娜娜怀着孕 她只能暂时作罢 就算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 我爸还是心软 花钱给娜娜买了不少孩子的用品 这些都是小钱 花也就花了 但想想这些钱用在这种人身上 我就觉得恶心地慌 如果说之前 我还只是想把娜娜赶走 那么经过今天晚上这件事 我绝不会放过她 俗话说 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她不是挖空心思想给我爸生个儿子 企图稳住她的地位吗 那我就帮她一把 让她摔得更狠 我手上有一家影视公司 之前为了迎合娱乐圈的潮流 公司签了一批练习生 这些小弟弟 颜值自然没话说 长得一个比一个帅 随便扔到大街上都会闪闪发光 这种小帅哥在外面有大把的人喜欢 我观察了好几天 最后挑中了一个叫顾约的男生 他争强好胜 擅长拍马屁 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 总之 几乎所有不值得称赞的坏习惯 在她身上都能找到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被公司签下了 原因无她 嘴甜 长得帅 哄得公司负责这部分的女董事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给了她这个名额 还给了她不少便利 堪称完美人选 顾约那双桃花眼 情意绵绵地看着我 调侃道 小魏总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回答 而是把娜娜的照片递给她 她心领神会 随后伸出一个手指笔划了一下 一个月 我会让她爱上我这个看似无害的小狐狸 对于娜娜这种年纪大了 还要讨好我爸的女人来说 这确实是致命的诱惑 我举杯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这算是提前庆祝我们的胜利了 与此同时 我也开始放出消息 说娜娜即将成为我的后妈 消息很快在圈子里传开 那些平时瞧不起她的贵妇们 也因为她即将正式入主我们家 开始对她嘘寒问暖 她一时风光无限 享受着前半生从未有过的尊贵待遇 走路都带着风 每次见到我 娜娜就各种冷嘲热讽 尤其在我爸不在的时候 她更是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 她时常嘲笑我 你以后嫁出去 家里的财产自然会留给我儿子 别想了 她说得很自信 我特意挑了个老爸不在的日子 娜娜又一次开始对我冷嘲热讽 手上还拿着几件价值不菲的珠宝 边看我边笑 魏国昨晚跟我说 她喜欢儿子 以后这些宝贝都是留给我儿子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的 我故意坐到她身边 轻声说道 你现在享受得挺好 但你弟弟在牢里可不好过 他夜里溜进我房间 拿刀威胁我 足够让他在牢里待很久了 娜娜得意的表情僵住了 恶狠狠地盯着我 他满脸愤怒地说道 魏纯 你别得意 上次你逃过一劫 但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我看你怎么做人 我冷笑 无非就是拿我的清白说事 不过段青早就清楚这件事 他只会更加厌恶你和你弟弟 等他弟弟出狱时 想打他麻袋的人 恐怕不止我爸一个 娜娜听得脸色发青 一个月后 我的生日宴如期而至 老爸一向疼我 所以每年的生日宴会 都办得极其隆重 今年也不例外 老爸直接包下了 是最好的酒店 用来为我庆祝生日 连墙角都镶了金边 娜娜显然很不高兴 嘴上也不遮掩 甚至故意说给我听 一个丫头骗子 过个生日还搞得这么隆重 等我儿子出生 这些家产都是他的 我听他这么说 忍不住觉得好笑 一个比我小二十多岁 甚至还没出生的孩子 拿什么跟我争家产 是用香金边的奶瓶 还是上万块钱一片的尿不湿 想到娜娜这段时间仗着怀了金疙瘩各种作威作福 我早就不耐烦了 顾约给我递消息的时间刚好 我觉得是时候碾人了 宴会开始时 老爸当着重宾客的面 送给我一套价值连城的房子 那是最好的地段 比我们现在住的别墅还奢华昂贵 其实老爸早就想送我这套房子了 只是我嫌太冷清 一直没搬过去住 现在老爸当众送给我 我自然也不会拒绝 宾客们纷纷祝贺 唯独娜娜气得脸都扭曲了 段青也送上了生日礼物 我想了很久 这份礼物你一定会喜欢 看着他手里薄薄的文件 我心里突然有了预感 为了验证这份预感 我特意去酒店的客房换衣服 顺便找个安静的地方拆开文件 看到文件内容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原来之前的准备工作都是白费力气 段青递给我的文件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里面是几张医院监控拍下的照片 还有一份验孕报告 原来 娜娜根本没怀孕 只是买通了医院的医生 故意把检测结果与孕妇的结果调换 她利用这一招偷梁换柱 让所有人以为她怀孕了 第二份文件则彻底推翻了她的谎言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我包里还有顾约给我的优盘 只要放出里面的内容 足以毁掉娜娜的一切 没办法 谁让她和她弟弟要算计我家的财产 她既然不仁 我也不义 必要时我会做得比她更绝 我换好衣服出来 刚走到走廊 就看见娜娜站在那里等我 她微微抬着下巴 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嘲讽 你那套房子收得倒是心安理得 我环顾四周 确认没有旁人在 冷笑道 我爸送我的房子 我为什么不能心安理得地收 娜娜被我的话噎住了 你要是也想要 让你爸给你买去 我故意戳中她的痛处 娜娜出身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父亲对她没什么感情 更别提送房子了 能不从她身上榨取利益 就已经算她运气好了 娜娜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时而苍白 时而铁青 也许是因为走廊天僻 没有人经过 她完全没压抑自己的情绪 伸手指着我 破口大骂 你不过是个不值钱的丫头 以前魏国只有你一个女儿 才会把你当宝贝一样宠 我现在要给她生儿子 哪个男人不喜欢儿子 只要我生下儿子 这偌大的家产全都是我和我儿子的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丫头骗子 骗子 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跟我斗 她骂得气急败坏 而我却一点没生气 甚至想发笑 因为我很好奇 究竟是谁给了她这样的自信 让她说出如此荒唐的话 我知道 我爸心里现在有她的位置 但那也是因为 她长得和我妈太像了 才让她对她爱屋及乌 可无论她多么爱屋及乌 我这个亲生女儿 体内流淌着一半我妈血液的人 注定是她最偏爱的人 如果不是不想让老爸伤心 我根本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他争执 而当这场生日宴会的高潮来临时 所有的阴谋诡计都会暴露在阳光下 这个试图用孩子赶走我的女人 马上就会和我们说再见 但我没想到 娜娜居然会这么绝 当我准备转身离开时 她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干什么 娜娜猛地擦掉嘴角的口红 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转身走向楼梯口 干什么 当然是让魏国对你彻底失望 话音刚落 她猛然推了我一把 紧接着她 自己也向后倒下 像一只折断翅膀的蝴蝶 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白裙 她倒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原本脸上的得意神色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 让我爸彻底对我失望 从而为他未来的幸福生活铺路 这一切 本该是她一是二鸟的计划 然而 我眼睁睁看着她那件白裙 被血染红 听着她痛苦的哀嚎 她低头看着从腿间流出的鲜血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紧接着是巨大的恐慌和害怕 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扫了一眼手边的第二份报告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她之前伪造的怀孕报告被替换 而她这次确实怀了孕 她原本打算用假孩子博取我爸的宠爱 甚至还想用这个不存在的孩子来扳倒我 结果偷鸡不成十八米 真怀孕了 却因为她自己的愚蠢亲手害死了这个孩子 我站在二楼的走廊上 冷眼看着楼下围着她越来越多的人 她仰着头 死死盯着我 眼里满是彻骨的仇恨 但这一切 不是她就由自取吗 她自己也知道 孩子恐怕保不住了 毕竟从那么高的楼梯滚下来 鲜血已经止不住地从她腿间流出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毒 趴在我爸怀里 用她那尖长的指甲指着我 就是她 她嫉妒我怀了孩子 怕我生儿子 跟她争家产 趁我不注意 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这一句话 瞬间让我成了全场的焦点 我在众人议论纷纷的目光中缓缓走下楼梯 段青连忙走过来 瞥了我一眼 我对她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 段青没说话 她知道我能处理好这种事 我将手中的幽盘递给她 她心领神会 拿着幽盘悄悄引没在人群里 我走到那那面前 居高临下地盯着她 我推了你 我冷冷地问 娜娜捂着肚子 脸色惨白 咬牙切齿地说 对 你就是嫉妒我怀了男孩 故意推我下楼 说完 她又转头可怜兮兮地看向我爸 魏国 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 我爸的脸色很难看 毕竟她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期待 而现在 她眼睁睁看着孩子 没了 怀里的女人梨花带雨 一张与我妈极为相似的脸 更是让她心软 爸 你不信我吗 我不在乎这个女人的污蔑 只想知道我爸的态度 他会相信她 还是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 我爸沉默了片刻 最终缓缓抬头看向我 我相信蠢蠢 她说没有就没有 她坚定地说 我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每天和这些妖魔鬼怪勾心斗角 但绝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怀疑我 娜娜捂着肚子 继续咒骂 你就是怕我生个儿子 来跟你争家产 我一定要报警 把你抓进去 她还在嚷嚷 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视频 有人注意到了屏幕上模糊的男子脸 而视频中的女人 正是360度无死角地展现了娜娜的面容 视频里 她和男人在酒店房间里紧紧拥抱 虽然没有进一步的镜头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干了什么显然不言而喻 我爸看着屏幕 脸上的愤怒慢慢转为平静 最后看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 娜娜被送去了医院 临走前 她看到了那个视频 尖叫着指向我 是你 是你陷害我 我走到她身边 俯下身 轻声说 对 就是我 你又能怎样 如果不是她和她那个宝贝弟弟 试图对我做出那些龌龊事 我或许还不会赶尽杀绝 彻底毁掉她最后一丝尊严 我从来不是圣母 有冤必报 有仇必还 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 手腕上的刀伤还没有痊愈 疤痕依然蜿蜒而丑陋 如今 这道伤的愁总算是爆了 后来 我在书房里拿出了之前偷偷录下的录音 虽然娜娜没有明确承认她指使了王琪 但她话里的意思 我爸肯定能听得懂 这个千年狐狸伪装成了无辜的小白兔 而我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 爸爸坐在椅子上看着我 你知道她怀孕了 我点头 那视频的事情是你算计的 我依旧点头 老爸脸色灰暗不明 沉默许久过后 直接抬手就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 有点疼 我心更疼 刚想控诉老爸识人不清 结果老爸却抢在我之前开口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不喜欢娜娜 我也不可能答应娶她 我一愣 老爸又继续说 我是挺喜欢收集周边的 这说出来也挺让人不耻 但你是我女儿 尤其上次他弟弟的事情发生后 我就想着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但以前你有跟我说过你想要个弟弟 所以未纯你在老爸心目里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比的 我眼角忽然有些发酸 老爸就一把将我抱进怀里 像小时候那样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纯纯 我们才是一家人 对啊 一家人这场闹剧的最后 娜娜拖着尚未恢复的身子就跑来我家 企图哀求我爸的原谅 此时我正跟老爸在家玩他新买回来的游戏机 别说 还挺好玩的 娜娜一看见我 眼里的恨意依旧藏不住 可这次应声忍了下来 转行抓住我的手 蠢蠢 以后我不为难你了 我好好当你的后妈 我会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我嫌恶心 直接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当初让她递对我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她怎么没想到要好好当我的后妈 现在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 凭什么她就觉得委屈和痛苦了 想当我后妈的大有人在 但绝对不会是你老爸 看着眼前这个 她也真心实意爱了几个月的女人 千万句话 最后会成一句 欺负我女儿的我 绝对不会原谅我老爸 这人呢 深情又绝情 爱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把命掏给他 可同样恨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把所有事情都做绝 尤其老爸现在知道 当初就是他 指使王岐欺负我之后 又打算利用孩子来挑拨离间 那更是半点情面 也不会 留一分钱没给娜娜 甚至还将这段录音 提供给了警方 一年零两个月 教唆甚至帮助他人强健妇女 娜娜会在监狱里 采一年零两个月的缝纫机 至于我 老爸说 需要办一件启事 来冲冲最近的霉运 三个月后 我和段清结婚 老爸把他名下所有的房产 财产 全部都转给了我 自己截然一身去世界旅游 别担心 我这次肯定能碰到个真爱 我笑不出来 我知道他肯定是偷偷去见老妈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和薛子峰刚结婚 准备去度蜜月 婆婆突然不舒服了 原计划的旅行计划彻底泡汤 婆婆今天脑热 明天头疼 后天腰痛 我提议送婆婆去医院检查 公公和老公居然齐刷刷摇头 我不理解 怕婆婆心疼前 主动提出要带她去医院检查 婆婆居然也拒绝了 看着在屋里争抢做家务的老公和公公 作为新媳妇 我只能给婆婆端茶倒水 谁知半夜一声巨响 惊醒了屋里的人 婆婆在厨房坐在地上 哎呦 我看了 是下午我买的牛肉饺子 她说不爱吃 生病没胃口 这时我看见她嘴里塞满了饺子 两个腮帮子骨的鸡蛋一样 婆婆摸黑 去厨房偷吃 骨折了 我们送她到医院 娟娟你回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妈 那怎么行 我还想和媳妇聊天呢 儿子 你回去 妈 医生让娟娟好好休养 我们更好要孩子 在老公的劝说下 我回去了 第二天熬了粥去医院 还没进去 就听到婆婆中气十足的笑声 这次没去旅游省了不少钱吧 还是我聪明 省什么 你把自己坐进医院骨折 自己受罪 那也比出去旅游省钱多了 我这还有医保能报 是婆婆和公公的声音 我心里一片冰凉 原来婆婆没病 为了让我和老公不出去旅游省钱 婆婆我给您送汤来了 哎呦 我的腿啊 这左腿骨折 右腿也跟妈了一样 昨天我们临床的大姐 人家媳妇给她揉了一天的腿 看得我羡慕的脸 边说边携着眼瞄我 拍拍她的右腿 此时我心里五味杂陈 定在那里 内心左右拉扯 老婆子 我给你揉 我刚学了一套揉捏手法 给你试试 公公替我解围 我顺利送了饭回家 子风 我怎么觉得婆婆以前不是这样 婚前挺好的 老婆 她那叫钓鱼 你有看过鱼钓了上来还给鱼饵的吗 我看着老公边走边抛了豆子 拿嘴接的剑牙 身后踹了她一脚 我是鱼 你是什么 哎呦 老婆 我也是鱼 我俩一对 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 只有一套房子 公婆也只有一个儿子 老公告诉我 只要无事 什么都打不到 我们一切顺利 除了我不喜欢吃速冻食品 婆婆每天早上不是煮速冻水饺 就是速冻混沌同学给我寄的东北大煎饼 我馋得两眼放光 婆婆看到等我下班回来 邻居们已经把煎饼分完 还救了大葱 我只有下班回家 能洗衣服晾晒 每次下班回家 阳台满满一架子的湿衣服 老公买了伸缩晾衣架挂在我们窗外 我的袜子被吹飞了好多双 除此以外都挺圆满 直到我快生产 老公出差 婆婆再三保证会照顾好我 想着婆婆再不靠谱 这是孩子 也是她的孙子或孙女 总该靠谱了 何况我们给他们交的有伙食费 老公临走前不放心 还特地给了婆婆五千 让好好照顾我老婆 我一定敢在你生之前回来 我还要给宝宝捡期待呢 老公一路小心 谁知老公前脚刚走不几个小时 我就痛得不行 给他打电话 已经关机 应该是上了飞机 我想让公公赶紧送我去医院 娟娟给你商量个事 您先送我去医院 我痛得不行 生孩子哪有不疼的 站起来走两圈好顺生 我生子风时还是村上的 接生婆生的也没事 婆婆那是以前 我已经痛得直不起身 想拿电话被婆婆拿走 娟娟呢 爸一直想给你们再买个房 正好我们单位低价给我们安置房 首付先拿八万就够 爸 您先把我送医院 这是以后再说 行吗 不行 现在不说 什么时候说 这房子都是有名额在抢的 你结婚 我们不是给你八万彩礼 拿出来吧 你又没有爸妈 不需要孝敬谁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给你们报个名额 我看着公公的脸像个晃动的魔鬼 在我手机里 把手机给我 我给你们转账 我呼呼地喘气 眼前越来越模糊 身下如湿 你起来 你给我起来走两圈 要不我给你接生 也不用费那个钱去医院了 婆婆拽我 只把我的胳膊拽得转了一圈 没拖动 真死猪一样承诺 手机赶紧转吧 我用尽最后力气拨通电话 报了我的位置 我看到公公婆婆 咒骂扭曲的脸 婆婆摔了我的手机 耳边轰鸣 身体也越来越沉 胎儿养水不足 再晚点来 产妇和胎儿都没命了 我耳边断断续续听着医生的声音 还有婆婆反驳的大嗓门 都是她太沉 我们搬不动 儿媳妇还脾气大 把手机摔了 我们耽误了点时间 我想开口反驳 痛得没有力气顺转 抛刀口疼着 身上挂着阵痛棒 下面插着输尿袋 我好饿 护士来给我换药 眼神鄙夷 范小娟 你该交住院费了 我有点迷茫看着她 你婆婆说你拿着 家里财政大权没给她 你公公婆婆 昨天都给医生跪下了 让先救你 等你醒了交住院费 他们的钱都在你这 赶紧给他们转了 把住院费交上 护士看我的眼神更抵移了 连这旁边几个产妇都很沉默 我说这两天 连我主动打招呼 都没人搭理我 我躺在床上 想想早逝的爸妈 想想我刚出生的儿子 不知不觉 枕头湿了一大片 借了手机给老公打过电话 下午她就赶着最快的飞机回来了 公婆连我已经生产的消息 都没告诉她 当时我正在吃一碗放凉的粥 还是打扫卫生 大妈给的 公公婆婆早不知道哪里去了 娟娟你受苦了 怎么再吃这些 别动了 我去给你买碗热饭 呜呜 老公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你赶紧先去把住院费交了呀 爸妈没交 我走之前不是给他们五千 他们给医院说家里财政大权 都在我手里 他们没钱还下跪让医生先救我 可是婆婆问我要那八万彩礼钱 我没给 她就摔了我手机 我呜呜 老公你可回来了 不论在哪里 永远不缺吃瓜群众 我看到旁边产妇们竖起的耳朵 娟娟 别说了 我现在就去交住院费 你先休息 以后再说 你也觉得丢人了是吧 更丢人的还在后面老公医院 家里两头跑 给我送饭送衣服 我以为公公婆婆不好意思再出现了 谁知道我低估了他们的脸皮 娟娟现在孩子也生了 你把那八万给我们转过来吧 不是说过了 那天安置房就买不了了 我们再找领导说说给办下来 可是我手机已经被你们摔了 我看着同房间的产妇装作各自忙 实则都竖起了耳朵 子风不是给你买了新的手机 银行的结榜员手机还要去营业部 等我出月了或者让子风给你们转 房子会写我和子风的名字 你想什么呢? 房子当然写我和你爸的名字 你爸单位的福利房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等我们百年了还不都是你们的 可是八万彩礼 您不是说是给我的保障吗?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拿钱 你这个扫把星 我们劳两口为你着想 你还拿桥 气死我了 渴死了 你父母不说 现在还想来气我们 我立刻呜呜痛哭 婆婆 我没了爸妈 您说要当亲闺女疼我的 可是我从结婚到现在 每月都给您交着伙食费 现在生孩子又没了工作 这八万彩礼已经没有了几万了 我哪有钱呢? 以后每月还得给您伙食费 我怕没钱呢 呜呜 你婆婆被我气得说不出话 这样的婆婆摊上真是倒霉 欺负女方没有娘家人 可这净糟蹋呢 你们懂什么? 少管人家家事 公公大声呵斥 引来了护士 这是医院 都给我安静 不然请离开 公婆眼看在医院被指指点点 撂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 范小娟 既然你这么不孝顺 不用找我们给你做月子了 你那点伙食费 我们不稀罕 公婆走了 同病房的产妇都在安慰我 也看自家婆婆更顺眼了 像我家公婆那样的恶人 还能有几个? 我和老公说我生产那日 他们不送我来医院 他还不信 回家和他爸妈求证去了 看着站在我面前的子风脸上明晃晃的巴掌印 我想他们已经进行了充分友好的交流 老公 你说过我是远嫁还是独身一人 你不会让我赌输的 我压抑着眼中的失忆 震痛泵 像是失笑了一样 身上疼的手脚都有点麻木 他看着我正要张口 手机铃声响了 妈 我在医院 有什么事等会再说 婆婆的大嗓门顺着话筒清晰传了过来 赶紧给我滚回来 他不是有钱吗 他不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吗 让他守着我们给的彩礼钱住院 谁都不去管 他 一个连娘嫁人都没有的姑女 跟我在这横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再不回来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你要妈 还是要媳妇 我的手几乎把床单都快钻烂了 看着破旧的宾馆 颓丧的老公 眼睛很疼 但我不想流泪 我还有儿子 我要给儿子撑起一片天 我不能放弃 不能让儿子没有爸爸 老公 对不起 让你为难了 我把手上剩下的彩礼钱转给你 你来支配 娟娟你拿着吧 为什么不让我找个月子中心安置你们母子 我想存钱买个属于我们的房子 不让你在爸妈面前左右为难 你工作这么辛苦 我想替你省点钱 老婆 还是你对我好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你先做好月子 以后的事 我慢慢想办法 我在宾馆忍着痛给儿子洗尿布 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 儿子日夜啼哭 我看到了子风半夜不耐烦的脸色 他翻身蒙住脑袋 我劝他回公婆那缓和我们的关系 毕竟还是他的爸妈 他略微推辞一下就同意了 我夜里搂着哇哇大哭的儿子 凑到他稚嫩的脸上和他一起哭 从此月子夜里只剩我们母子没有医障 再没了丈夫的照顾 孩子两岁前会更难 我忍 初月丈夫接我回家 我同意了 才知道公共单位所谓的安置房根本就是个骗局 那个小领导卷了所有首付的钱跑了 公共是为数不多 没有购房的子风 越来越不爱回家 每月只把生活费给我 还是偷偷的 我们还要给婆婆交伙食费 婆婆经常抱着我儿子 不许哭 再哭你妈过来打你 不许拉衣服 再拉你妈过来揍你 我的乖孙 你妈就是个母夜差乖孙 奶奶跟你最亲 你妈就是个破落户 我想纠正她 每次翻个白眼继续教 直到有一天我拿走儿子嘴里咬着的塑料袋 儿子哭闹大喊 母夜查母夜杀破落户 我崩溃了 儿子正是学说话的时候 如果说儿子叫了第一声 妈妈让我感动流泪 那这两句话让我恨得咬牙切齿 婆婆 您这样 教小宝 是让她以后仇视我吗 你本来就是个母夜差破落户 还怕人说 抛开事实不谈 你自己也有问题 事实都不谈 你是要谈巴掌吗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你知道现在住的是谁家吗 在我家还大呼小叫 真是给你脸了 婆婆气哼哼 我看着她那张掉粉的脸冷笑 你想教坏我儿子 怎么不关心你儿子多久没回来过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 你可只有这么个儿子 自从上次我提醒了婆婆 她终于知道关心儿子了 子风凡家里整天找事 又不能替我说话 只要替我说一句公道话 婆婆就撒泼打滚 下跪赌咒 外家寻死觅火 因此她经常加班 只不过大部分工资都给了我 让攒钱买房 我一个人在家面对公婆的百般搓磨 有时候自己崩溃得想死 看看儿子 我咬碎了牙也要忍 等婆婆发现自己儿子久不回家时 小宝已经快一岁了 我也不放心 子风一个人在外面 但不想明说有婆婆出马 我说了反而惹人烦 妈 我说了 我在外面忙 真的很忙 你让我天天回家干什么 你以前不也是天天回家 怎么现在几个月回来一趟 以前我没有老婆孩子 现在有老婆孩子 我得养家 养什么家 不是我们替你养着的吗 我老公 你们替我养 那每月给你们的伙食费是什么 我结婚前用给你们伙食费吗 现在每月给你们伙食费 连吃奶的儿子 你们孙子 你们都按照 我和娟娟的量算 三个人伙食费 我还要额外把小宝的看护费给你 我不工作挣钱 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吗 婆婆 一家三口 你把爹妈忘了 呜呜 我白养你这个儿子了 白眼狼一个 就想着你媳妇儿子 你问出去找个保姆 一个月得多少钱 也不给你好好看 把找保姆的钱给你妈 可亏我整天给你们看孩子做饭 一点功劳没有 还落一堆埋怨 我不活了 死了算了 老婆子 你别这样 要不我老头子该怎么办 公婆在子风面前演得起劲 我看着抱头蹲在地上的老公 心里知道是时候了 我把子风拉进卧室 老公 我们搬出去吧 搬出去你一个人行吗 我们租房买房 哪来的钱 趁你上班 我在网络上找了个兼职 存了一些 加上你给你的 你再找人借一点 应该付个首付 不成问题呀 老婆 你这么厉害 那我去看房子 我看了一套 这是图片 你有时间再去看着 还行 我马上去再看看 先别急着走 去给爸妈道个歉 轰轰老人家 不然你走得掉 子风笑容满面 亲了亲我的脸和怀里的儿子 逗得儿子咯咯笑 我看他没了刚才的丧气 很快安抚了公婆出去了 公婆生气 最后的出气筒 永远是我晚上就看到他发过来的合同 看来也很满意 我长叔一口气 谁知道桌上的手机响了 是支付宝到账的声音 婆婆吓了一跳 睁着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我儿子给你转这么多钱 不是我自己工作赚的 你连门都不出 哪里来的钱 有种工作叫做网络兼职 不需要出门 整天做些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 你一个女人家 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辞了回家看孩子 婆婆 你不赚钱 是因为不喜欢钱吗 亏你是个女人 连家务都不会做 亏你是个女人 连话都不会说 做人就不能斤斤计较 吃亏是福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 婆婆气得倒羊手上的抹布 也颤得跟狂风吹倒的树枝一样 你你你你 下月加钱 你们一家三口的伙食费 我看小宝的辛苦费翻倍 我就不加 你能怎样 很快我就知道能怎样了 我抱着儿子 看着脚下的行李箱和包袱 我被扫地出门了 我真想哈哈大笑 又怕惊动了屋里的人 走不了 打车请师父帮忙搬东西 去了宾馆 午夜才见到匆匆赶来的丈夫 她听着我叙述被赶出来的过程 眉头紧皱 有点不赞同 上午你不是还教我孝敬老人 怎么晚上自己就翻脸了 上午你不也受不了 他们在吵吗 你亲爹亲妈你自己都忍不了让我去孝敬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可是婆婆非要让我辞了网上的兼职 我们合同都签了 以后就走流程了 还要还房贷 辞了工作怎么办 老公 我不想你太累 我妈也真是的 太过分了 老婆 还是你想得周到 不然我们背这么多债务 真不知道怎么办 老公叹道 老公 你问问房东能不能先搬过去 就说我们没地方住好的 索性房东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卖家 提前让我们过去了 我看着还算整洁的屋子 二手老破小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开心地抱着儿子在屋里转圈圈 儿子开心地咯咯笑 再也不用担心 婆婆乱交儿子整天找茬了 剩下的伙食费我们还能还 紫丰借同事的钱 我们搬出去 一个月后 婆婆后知后觉联系了紫丰 当知道我们买了房子 气得暴跳如雷 一定要让我们把房子过户给他们 被我们拒绝了 接着就问我们要生活费 和跟他们住在一起时一样 我看着紫丰被气得发青的脸解释 我们还背着房贷 还有外债 并不宽裕 如果您二老一定要生活费 也可以 我们按照本事养老标准给您 但以后不会回去了 婆婆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都是你这个女人 从你嫁到我们家 就让我和儿子离心 你这个扫把星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白眼狼腰 被个女人狂了 紫丰气得脸色铁青 我这次没劝他道歉 已经搬出来了 没必要演了 快到过年时 我和紫丰手机突然热闹起来 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他家亲戚 像是想到了 还有我这好人 我很奇怪 在我住院生孩子九死一生时 也没看到他们问过我一句死活 怎么突然间感情这么深了 又是加微信 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短信 紫丰那里也一样 最后就是一个宗旨 那是老人家生养的父母 有什么问题 都是子女的错 过年必须回家 我看紫丰被骚扰得快要精神错乱 挨个给亲戚们打电话 温言软语 主旨只有一个 紫丰很孝顺父母 永远是父母 过年会回家看着丈夫长舒口气 对我感激的眼神 我心里说不出的苦涩 我婆婆向来不是个省油的灯 果然 我们提着礼品回老家 婆婆接过孙子 扭头就走了 往后两天都没理紫丰 直到舅妈去看她 她拉着人家的手 就坐在紫丰一边的沙发 开始好哭 紫丰现在过马路 都不牵我手了 骑电动车也不让我搂腰 连我前两天不舒服 她都像以前去房间摸摸我额头关心我 心里的白眼翻上了天 想起来刚结婚时 她装病 为了不让我去蜜月旅行 结果自己半夜偷吃东西 骨折住院 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算是给别人养个好老公 我老了真是什么都没有了 哎 现在的孩子不都这样吗 说是养了头猪 拱了人家白菜 谁知道白菜连猪都给你牵跑了 两人在沙发上一唱一和 紫丰坐在一边 遥控器都快摁烂了 紫丰 这个菜怎么做 你来帮帮我 我看她逃命一样跑到厨房 一米八的大个子勾着几背 眼睛里尽是血丝 想想我早逝的爸妈 她的爸妈 我叹了口气 我们一样可怜 村上的晚宴热闹一场 都是在恭维公婆 说他们如今 在市里 怎么富贵是有福的 不像老家 还在庄稼地里打滚 婆婆很开心 公公脸上 也笑得像皱了皮的核桃 听说 你们在市里买了两套房 可是了不得 是啊 我们自己住一套 给儿子媳妇一套 真厉害 就这你儿子媳妇还不回家 要我打断他们的腿 紫丰手上有点抱青筋 我付上他的手 把儿子在他怀里 他才稍微平静下来 只是一点口舌 我就不信 还能怎么着 没想到精彩地在后面 婆婆看我不接招 儿子也不搭理他 自唱自说 一会就演不下去了 换了目标 可是他找错了人 也让我见识了 他的泼辣不讲理的由来 前两天 还坐在沙发上 拉家常的两人 现在撕衣服拽头发 那是紫丰的舅妈 紫丰的舅舅拉不开 两人眼神往这边看 紫丰怀里抱着儿子 一口喂饭 我看那边已经开始逼嗓门 全武行正在上演什么没听过的词汇都来了 我捂住儿子的耳朵 突然紫丰舅妈飞起一脚踢在了婆婆身上 婆婆不知道怎么没躲开 就这么躺着了 我赶紧抱起儿子风 走过去时 婆婆已经在地上口吐白沫了 倒地石头砸着了地上的石头 看着医院口歪眼斜的婆婆在一边哭天腔地的 紫丰旧妈 还有她家的孩子 我只觉头疼 婆婆恢复不了了 口歪眼斜想说句话 口水流得到处都是 公共擦都擦不及 为了治疗养护金额 紫丰舅妈哭得更畅快了 她不想出这个费用 给紫丰哭穷 紫丰就撂下一句 不想负责 就法院见 最后 紫丰舅舅扔下钱拽着老婆走了 临走还看看她姐 扔下一句 老死不相往来 我不是你弟弟 我看着T四横流的婆婆 眼泪口水流得更欢了 乌叶这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没想到今年的家宴过得这么精彩 恐怕也是最后一年家宴了 回到市里 我看着颓丧的老公 给她倒杯茶 安抚老公 你每月给公共生活费 她照顾妈总比别人照顾强 房贷我来还 我们定期回去看看他们 给他们添置些日用品 紫丰靠在我怀里 无声抱着我的腰 我感觉到她肩膀在抖动 内心毫无波澜 公共拿了赔偿金一分不动 还要另外问我们要生活费 破财消灾 我就当是消灾了 我的儿子还小 谁知道公共接了生活费 自己照常上班 请了个保姆照顾婆婆 还经常半夜 给紫丰打电话 紫丰 你妈拉了你赶紧过来 你不是请了护工 只管白天 晚上人家就回去了 你赶紧过来 要不清理长了窗 更得花你的钱 智子风将在床上看着我老婆 要不你去 我在夜里眼神悠悠盯着她 儿子也在我怀里看着她 算了 我去吧 儿子 晚上只要你 后半夜她满身臭味回来了 一个人在浴室嚎啕大哭 后来我才听说 公共收拾时没耐心 和说话都不利索地婆婆吵了起来 不知怎么两个人糊了一身屎 子风去拽开拳打脚踢的公共 发疯的婆婆自己也一身屎 甚至有邻居环抱了警察 看着一身屎的三人做笔录都离得远远的 子风面子里子全没了 折腾一晚上 子风心疲力尽 一个人在浴室舔尸伤口 我在卧室沉默 此后 子风果断把婆婆送到了养老院 隔开两人 公共非要问子风要生活费 刚开始还给一点 后来自从她和一个女人好上 子风再也没给过她生活费 我冷眼旁观 公共作为一个有退休金的人 还拿着老婆的赔偿金 不负担老婆养老院费用 还额外问儿子要生活费 合理吗 但是我沉默 我只负责家里房贷 其他一概不问 也不会告诉老公我一个月真实收入 她爸也废了 黄昏恋并不是那么美好 当子风找到她爸 果断也把她送到了养老院 至此 他们夫妻在养老院团圆了 子风在一次出差时出了车祸 虽然命保住了 却要做一辈子的轮椅 公司给了丰厚的赔偿金 后来儿子长大结婚 我用积蓄给儿子买了大平层 我推着子风去参加儿子婚礼 我的儿子家庭幸福美满 父母恩爱 在婚礼上看着儿子幸福 我也很幸福 儿媳很乖巧 我很喜欢 我终于给了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他家庭幸福 父母恩爱 没有人嘲笑他 如今事业得意 妻子温柔 阳台的子风长时间盯着我看 我问道 怎么了 娟娟 你为什么不同意和儿子住在一起 不是给他们买了大平层 我想给儿子儿媳多一些生活空间 娟娟 我看着儿媳觉得很像你 没想到时间都过这么久了 我们也老了 儿媳那么漂亮 哪里像我了 我是说她很活泼 性格像你 你没结婚以前也很活泼 后来怎么她说不下去了 后来怎么不活泼了 婆婆一次次地自杀 威胁我 说要让我的不孝顺 在市里出名 婆婆一次次在地上撒泼打滚 下跪诅咒我 婆婆把扫把心挂在嘴边 一次次说我克死自己父母 是个孤女 破落户一桩桩一件件 让我退去了天真 没有了活泼 我看着子风 她头上也有了花白的头发 皮肤粗糙 几年的轮椅生活 让她的腿萎缩得严重 沉默的空气 在两人之间弥漫 娟娟 你是从什么时候不爱我了呢 我让你失望了 我突然泪流满面 这些年 她也感觉到了吧 我学着做一个 她眼中的贤妻良母 没有了自己的情绪 一步步算计都是为了儿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她闲脏 让我半夜去给她妈清理粪便的时候 还是从她自己忍不了自己父母的恶行 跑了却要求我在家孝敬他们的时候 还是从我没恢复好想多住一天愿 她说住院费太贵的时候 抑或是从她嫌弃儿子晚上吵闹自己回公婆那里住 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坐月子的时候 还是更早 我刚生产完没力气 护士每次喊她换尿 待她嫌恶的眼神恶狠狠地说 让我早点自理的时候 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儿子很幸福 她父母很恩爱 我的儿子父母双全 家庭美满 子枫抬手想给我擦眼泪 我躲开了 娟娟 对不起 我想着你是孤儿 离不开我 有时候做事事过分了一点 我们都老了 儿子已经结婚 你会原谅我吧 原来她都知道 她看着我一个人在痛苦里挣扎呐喊 却冷眼旁观 我冲进卧室 气不成声 儿子儿媳蜜月回来 给我带了很多礼物 并且给我抱了旅行团 让我好好出去转转 你爸爸离不开人 妈您就放心去旅游吧 爸交给我们儿媳 亲密地挽着我的手 我妥协了 外面的景色真是美 我从来没见过的美 想起我的蜜月 被婆婆装病耽搁了这些年 马不停蹄给儿子赚钱娶媳妇 竟从来没见过外面的风景 刚回到家 我就觉得有点不一样 儿子 你爸呢 我去你家 家里没人 邻居说你和儿媳都出差了 妈 爸 好着呢 我下午回去见了面 说我有点猜疑 还是等儿子回来再说 妈 我把爸送疗养院了 什么 那怎么行 被人知道了 会说你不孝顺 接回来我照顾儿子 突然扶在我膝头哭了 我吓了一跳 妈 你能不能别老想着别人 你为自己想想 你一个人照顾瘫痪的老人 抬都抬不动 自己落得个妖际老损 他在疗养院有男护工照顾他 妈 你为儿子辛苦大半辈子了 我希望您以后能为自己而活 我不想看着您苦苦隐忍 儿子真心疼啊 原来儿子也知道我嘴抖地说不出话来 紧紧抱着儿子 几十年的艰苦隐忍 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 薛紫峰被儿子送到了他爸妈住过的养老院 现在已经改成疗养院了 我会定期去看他 他们一家也有了另类的团员 虽然他爸妈已经不在了 我想像儿子说的那样 余生为自己而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